凯米台风已经来到家门口 到底台风什么时候会登陆 还有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间 又会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苏丽 好的 我马上来透过雷达整合图 就来看一看 那么到底这个台风中心 凯米的中心 到底在哪里 有可能在什么地方登陆 事实上现在整个凯米台风的中心 就在我手笔的这个地方 真的已经离花莲市的陆地 非常非常近 只有30公里的地方 可是它现在真的做高管 因为它现在原地 呈现一个打转的情况 所以也因为这一打转 所以它整个登陆 不要以为已经在家门口 很快就会登陆 看起来这登陆的时间 还要拖到今天的深夜 不排除是在今天深夜的10点 或11点这一段时间 不过我们要特别提醒 因为它这个中心已经离花莲的陆地 非常的近 尤其这中间核心最核心的燕墙 已经在袭击花莲地区 所以气象署也提出了强风的告警 因为包括了像是花莲市 吉安还有新城跟秀林 要非常注意 因为现在这边花莲市 已经出现了14级的强阵风 而且在这个雨量的部分 现在在花莲市 这边的这个时雨量 也都出现了破百 达到100多毫米 这样的一个时雨量 而我们也仅看到 因为在整个中心要登陆之前 会跟陆地做一个交互作用 所以也呈现了往下坠 然后再往上升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到底会在什么登陆 我们预计整个中心登陆 还是会在北花莲到宜兰之间 那么最有可能的登陆点 分别是在秀林到南澳之间 有一条溪叫做和平溪 但是是不是就会在和平溪登陆 这个在今天到现在到深夜 我们还得持续在观察 不过我们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以这张图来说 您可以看到最大范围的这个圈 是七级的暴风圈 那么中间这个红色的圈 比较小的是十级暴风圈 那么这十级的暴风圈 在现在还有今天深夜 就已经会为宜兰跟花莲 带来狂风豪雨 因为这十级的暴风圈 也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包括了宜兰花莲 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 都要格外的警戒 这两天下来 我们也很快速的 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到底这两天已经下了多少雨 告诉大家非常的惊人 因为您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台风中心接近的影响 所以太平山累积雨量 已经破了800毫米了 秀林这边也有517毫米 台中市的和平山区 这边也有442毫米 甚至就连南部屏东的太武厢 这边也都有413毫米 就风力的排行来说的话 我们也赶快来看 这风真的很狂 因为花林市在刚刚就已经出现了14级的狂风 那么蓝雨13级 苏澳13级 彭家雨11级 新屋也已经出现了10级 从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就是台米台风为台湾带来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边要特别特别的提醒 没事真的不要外出 待在安全的地方 所以在24小时的风跟雨的预估方面 首先风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几个地方 严加的戒备 尤其紫色的这些区块 都是在24小时 会达到超大豪雨雨量等级的地方 超大豪雨等级雨量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24小时就累积500毫米 所以特别提醒 包括了南投 还有包括了嘉义 以及台南高平台中宜花山区 这几个地方都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致灾性的雨量 而且严防豪雨还有台风所带来的灾情 那么另外在24小时的风力预估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整个风最强的地方 就在宜兰还有东部地区 可是当台风登陆之后 风就会减弱 所以接下来在整个北部 还有西半部地区 将会都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明天在全台各地 几乎都是达到放台风价标准的 所以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了 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礼拜四这一段时间 因为台风的中心 过了这个北部山区之后 接下来紧接的就是强劲的西北风 再加上了后续还有轰台位 也就是西南气流 所以接下来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甚至礼拜五 我们就要把焦点放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小心红台部位所带来了超大豪雨灾情 再把时间交还给宇书 台风天灾情不少 在北市大同区一米女子刚坐进停放路边的 BMW驾驶座车辆准备开离 下一秒后方巨大路数往路中央直接断裂倒下 前方车内的驾驶跟下的下车查看 这惊险过程全被监视器拍下 同样在大同区也有路数倒塌引来惊环 紧急拉起封锁线 南港区同样路数倒塌 直接压中停放路边红线的车辆 当下周边停了一整排汽车受到波及 警方紧急到场封锁现场 天母日桥学校旁 公车停靠区路数倒塌 证据车道一度单向车道无法通行 警方到场交通管制 镜头转到文山区 多处路数倒成一片 其中万方路上刀下的树干 直接砸在车身上 消防道场将路数剧断并移开 而万年街与木炸路上 同样是大片路数倒塌 文山隧道口 路数从上往下砸 当在出入口处影响通行 台风天 双北地区临新灾情多 再看到新北板桥公园路上 公园旁的树木突然倒塌 砸中停放于停车阁内的轿车 车身多处毁损 新北中和南市角捷运正旁 同样路数倒塌 砸中停放路边的轿车 由于这是属于天然灾害所导致 并非公务员执行职务 或公共设施管理有限缺所导致 由于没有因果关系 政府不需要负国家赔偿的责任 对此台北市府也曾公告 这非管理熟食 国家赔偿法不予赔偿 提醒民众加以留意 东西新闻综合报导 骑士骑过去头还要闪一下 超市招牌不敌强风被吹落 倒在铁皮围栏上 前方的交通反光镜也因此受到撞击 整个歪掉 那个安全措施啊 业者急奔现场用尼龙绳围起来 以防有人车经过 监视器曝光招牌在风雨中掉落 声音之大让附近的民众 也停下脚步查看 大招牌本来是由木头架着 但不敌风墙宇宙倒了下来 所幸无人受伤 强风好雨在宜兰传出灾情 城东路地面上布满瓷砖碎石 经过一个晚上的强风吹袭 有爱百货外墙瓷砖掉落在路上 碎满地 居民表示 清晨五点左右就听到声响 出来一看被满地的碎石砖给吓到 开米台风转为墙台 方慢速度打转 侠带惊人风雨 宜兰首当其冲 宜兰的风势可以说是越晚越强 但是这个强度到底有多大 可以看到这只路标指示牌 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连根拔起 整只呢就硬生生的倒在一旁的树木上 由此可见宜兰的风势真的不容小觑 一点也不夸张 路标指示牌都被狂风吹落横躺在路树上 还有降雨也导致排水沟被堵住淹起水来 宜兰船艺中心附近一整排路树 随着风雨摇啊摇树木枝干横倒路中 占据一半的道路导致汽机车难以通行 还有这边树枝被连根拔起 不堪强风袭击 台米暴风圈进入台湾陆地 宜兰地区越晚风雨越强 民众千万不要乱跑 做好方台准备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风抢宇宙又碰上大潮 海浪频频拍打上岸 就快应到马街驻岛同向 海米台风来袭淡水河口一带 在中午12点36分满潮 淡水老街马街同向周边水位高涨 根据气象署观测 海米台风暴风圈凌晨两点触路 暴风圈将笼罩全台 越晚风雨越大外 转为墙台台风环流结构扎实 不只开眼还不时出现双眼墙 有破坏性墙风 接着灾性超大豪雨 眼墙更隐隐约约冒着闪电 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 似乎有内眼墙跟外眼墙 逐渐在形成的一个过程 所以它其实某种程度就是代表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这个台风它增强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预测台风中心 晚间将由东向西通过北台湾陆地 目前宜兰花莲交界登陆机会最高 再由西北部的桃株苗出海 继续往西北方向移动 值得注意的是 路径可能出现摆档或打转 会大大延长影响台湾的时间 也不排除当这个台风 它在打转的过程当中 可能傍晚在这个中心附近的 比较强的风雨的区域 可能就会已经影响到宜兰跟花莲地区 提醒 星期三晚上到近一次凌晨 台风登陆 风雨坠距 星期四白天起 宜兰花莲风雨减少 但其他地方风雨持续 金门马祖要开始留意 星期五中南部 特别是山区当心 这项专家更市井 凯米不只是个台风 登陆台湾过程中 会把整个雨带北台上来 加上地形符合作用与会比风强 各地山区会出现超大豪雨 风雨一向迟程 恐怕超乎预期 东方新闻生活中心 在台北采访报道 记者现在在的位置 就是文化大学的后山 其实平时风就非常的强劲 但现在由于凯米台风来行 可以感受得到风雨 就是比平常大润好几倍 而就连停在一旁的机车 都已经被强劲的风给吹倒了 由此可知这凯米台风的威力 有多强大 凯米台风让姚明山文化大学后山 不只大雨风势更强劲 对那阵风来到13级 只见整片校门前后晃啊晃 连记者站都要站不稳 一旁骑机车的男同学 在运的一包垃圾 当场被吹走 他风雨中骑车 从速食店到宿舍 三分钟的车程感受到墙台为力 平常更大一点 平常更大一点这样子 会不会怕把车 会因为我怕热水倒下来 在仰德大道上 一棵大露树被吹倒 横躺马路中间 几乎占据整个车道 而这里是晴天刚风景区 您可以看到 这边的风势跟雨势呢 是相当的明显又强劲 再往阳明山上走 观光景点空雨一人 风雨明显还起了大浓雾 小油坑停车场的立牌 左晃右晃 出入口的两根栅栏被拆除 先放一旁 感应器以及缴沸停 统统裹上一层又一层的塑胶带保护 就是怕大雨渗透到机器内 导致故障 周遭房屋 竹子湖派出所 做足房台准备 门窗用胶带交叉粘贴 一路上大大小小露树 还有树枝树叶散落满地 阳明山的风雨显著 凯敏的威力 不种小区 东森区的卢品龙姚依庭 台北报道 港边大浪打来 加上刮风下雨视线差 现场亡羊一片 根本分不清楚哪边是海面 哪边是陆地 港边的市场人潮兮兮落落 大水淹到脚踝 民众买个菜还得穿雨鞋 台风大雨又是风大潮 高雄骑进一大早就开始积水 已经连连五天了 前一天本来水有比较退 结果又遇到台风凯米来袭 雪上加霜 去年就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 都冻到开来 骑进老街口无一人 木制长凳和平平罐罐随水流 小货车开过去还会激起小浪花 大水淹到小腿肚 旁边的饮料店还是得开门做生意 镜头转到屏东东港 雨势突然变大 骑士减速慢慢骑 就怕急车抛锚 一样受到大潮影响 东港多个里积水最深半个轮胎高 里长自备三百个沙包 民众乘风雨比较小 赶紧来在沙包房台 但也有民众对这个状况 已经心意为常 差不多了 比较高 而在台南安平一旁民宅间店面 早上八点半水也开始淹了进来 民众出动挡板走进里面一看 冷冻柜等家具都垫高了 以防万一 不只这样 民众还四倍两台小抽水机 风在又大潮 又要严重了 进去应该有滑滑不滑过了 适逢天文大潮 不少靠海的地方出现海水倒垢的状况 民众只能把家具垫高 减少损失 只希望这雨别下太大 水才不会又淹起来 东森新闻黄瑞林 王子明 黄松全 在平通高雄台南的采访报导 提醒您 台风越晚风雨会越大 像是在新竹山区的纳罗西 水势已经非常的湍急 而且还夹带滚滚黄泥 在纳罗部落有一处露营区的业者 也很担心 因为在哀里台风的时候 暴涨冲毁了露营区的梦业 有可能会重演吗 连线记者 徐宇晨 好 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 新竹县尖石乡的纳罗部落 那在我身后的呢 就是纳罗西 现在因为这个台米台风的影响之下 现在是风强雨漱的 而且越晚呢 这雨势是越来越大 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纳罗西呢 这个溪水是非常非常的湍急 而且水流是非常的强劲 而且水流之中还夹带着 滚滚的黄泥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这个台米台风 已经是转为强台了 因此现在的风雨是越来越大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位在新竹尖石纳罗 这边的一处露营区 那我们实际来询问到 露营区的业者 对于这一次的台风 有什么样的担忧呢 风大雨大 所以主要是怕吸水会上涨 冲回到我们的露营区 那我会担心就是有停水停电的问题 一定会有 那老师请问一下 就是过去有没有停水停电的情况 有 停水是不会 因为我们的是用山泉水 就主要怕水管那些设施被冲垮 水塔被冲垮之类的 那你刚刚提到说 因为我们一个在西边嘛 那过去有什么样台风来的时候造成的灾情 十几年前爱立台风来的时候 这边整片核穿带都是被冲垮过的 所以我们会有点担忧 就是尽量配合增长领寒 这里的行动 好我们可以听到 业者现在真的是非常担忧 以往台风造成的灾情会在重演 不过现在呢露营区内已经都是没有游客了 因为现在整个山区都是所有的游客都必须撤下山 现在包含了全乡的乡民呢 都是必须要撤离到安全的地区 因为现在乡公所已经宣布了 必须强制撤离 那以上是我们在现场为你掌握这些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折还给台北棚内 老板就来 辛苦了 谢谢 海米台风来势汹汹 台北市长蒋湾加紧脚步跑试查 关心北投三河桥再造工程以及机具的防台准备 也到临近的奇岩抽水站看看运作情况 就怕台风越来越强 风势雨量越来越大 抽水站准备不能少 尤其台风速度缓慢前进 影响台湾时间恐拉长 今晚入夜到明天 确实是影响北部地区 特别台北市最严重的时刻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 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都是原则上在晚间八点 会宣布是否停班停课 也就是会依照相关的标准 当然也会跟机备北桃 我们一日共同生活圈来密切的联系 因为这个两个案子 蒋湾叮咛再叮咛 台风对北市影响最严重时间是25号早上 就算放假也请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还有地势低洼的三角度体外停车场 过去也容易淹水 蒋湾要避免相同情况再发生 台北市气象团队也预估这次凯米对台北市的影响 确认我们所有各局处 各项的工作是不是确实落实 对对对就大概那个 对救和道 讲完不敢松懈 在台风天要成为民众的安心存在 东森市委 李元峰中山城 李鲁 SNG小组台北报道 台米台风带来的风雨真的非常惊人 新北三支这一处民宅 他的红砖想从三楼被吹倒到一楼 甚至连上方的铁皮屋都被吹得摇摇欲坠 甚至还有名男子因此被砸伤 男子冲上救护车时还能自行走动 住家顶楼铁皮屋倒塌 虽然人并无大碍 只不过家中状况非常惨 房外头铁窗歪斜变形 磁砖脱落砸落地面 这也让附近邻居吓了一跳 我们在里面听到声音 你就跑出去看 就像打雷的声音那么大声 就跑去看 就砖块倒下来了 人就在那砖块的中间 这一事件就发生在二十四号中午十二点多 当时一名三十岁的成姓男子 待在新北三只住家时 由于房屋老旧关系 加上豪雨强风袭来 顶楼的红砖墙和铁皮屋突然倒塌 造成成姓男子头部和四肢有擦措伤 虽然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不过屋属家庭经济状况 原本就已经不太好 台风又造成房屋严重受损 简直是雪上加霜 新北市府收到通报后 已经主动介入房屋修缮和后续安置事宜 直播眼看凯米台风 逐渐向台湾逼近 也让各地出现严重灾情 民众只能做好防台准备 把灾害降到最低 东西闻成功宜 零丁中 SNG小组综合报道